這個部分,不用切得太短 第二段我們也要用 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切一點蔥絲 裝飾用也好,像生蔥一樣吃也好 全部切好 這些蔥絲想它輕一點 蔥白這個部分,我們再加一點 有心機切好一點 現在我的刀工也是差不多 退步一日千里,我們先浸一浸